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换到了Vivo X403 Pro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换机顺序 我对于Vivo这款产品 或者说对于折叠屏这个品类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以及对于折叠屏用户来说 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就是如果我用内屏的时间很短 我为什么要买折叠屏呢 我们先来看外观设计 我知道Vivo对于这款产品 肯定也有很多官方的设计语言 但我们还是来抓主要矛盾 首先第一个感觉 就是Vivo X403 Pro真的轻太多了 你从它换到它 你拿到手的那一刻 你并不会觉得 我这属于怎么沉这么多 就这一个感受 对于折叠屏手机来讲 就是非常重要的褒奖 就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接下来才会去讨论 什么其他参数配置的意义 因为这两年的消费者 真的是被华为的Mate X3和Mate X5 强行提高了这个标准 是吧 之前可能还好 但现在如果你的大折叠产品 一上手的感觉是非常重的 非常厚的 那消费者可能会直接 怕死掉 根本不开始提高什么配置参数这些 而X403 Pro我觉得做到了 其实X403的厚度 并没有说比小米14 Ultra 这样的超大杯产品夸张多少 而变得轻薄以后 真的还有个好处 就是它的精致感变得更好了 我刚开始以为 我觉得它精致感变得更好 是不是因为它背部模组 还是它背部的设计元素的改变 导致这款产品精致感变得更好 但我觉得不是 因为我真正上手对比了 前几代的Vivo大折叠以后 我会发现 它的精致感的主要的来源 就是因为变轻薄了 真的变轻薄以后 这个精致感一下就上来了 我觉得在这里 又不得不提一下它的镜头模组 它的镜头模组我觉得确实很好看 就是这是一个你把玩一下 就能够发现的 设计元素上的改变 看起来很有质感 要比那种一圈巴黎湿钉 那种小小的装饰 看起来更加提升 而且无论是白色还是黑色 都能看出来 这点还是不错的 除去复杂的专业名词 其实铰链的作用就一个 就是让这款产品能够稳定的开合 Vivo这个铰链用着是真的强 它真的是 就是几乎一点意想都没有 打开 很干脆 关上 有这个过程用 没有任何意想 它没有那种 金属键碰撞摩擦 的那种廉价的声音 这个非常棒 而且它的阻尼感也很好 并且 它还可悬停 而且这个铰链好 它这个悬停做的就好 我跟你说 谁在说这种悬停模式 没有我第一个来找它 我每次出差都能用上 这是我最不愿意提提的点 但是我还是给大家列个表放在这里 所以我可以看看 Vivo X Fold3 标准版和 Pro 版的综合配置 Pro 版这一次在硬件参数上终于均衡了 IPX8 不错的影像能力 5700mAh 大电池 无线充电等等 总之 真的足够均衡了 标准版虽然影像和一些硬件上是不如Pro的 但更轻更薄也更便宜 更适合想体验JP形态的入门用户 如果你对这两款产品的配置参数感兴趣 你点开Vivo官网 可以慢慢看 那 Vivo 吹的比我好 而我更想和大家聊聊 这款产品用起来怎么样 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话题 如果我用内屏很少 为什么我要用这两款产品 先来说这款产品用起来到底感觉如何 我现在特别喜欢 Orange OS 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Orange OS 是真的流畅 就是这个定住爱现在是真的流畅 绝对是安卓第一梯队的 Vivo 原供 Mac 这个功能 我建议各位 Mac 用户一定要试一试 Vivo 这个功能做得非常好 首先我们在 Mac 里下载 Vivo 办公套件 登录账号 绑定设备以后 我们在 Vivo X Fold 3 Pro 上 搜索 Vivo 远空 Mac 简单操作配备出空后 在 Vivo X Fold 3 Pro 上打开虚拟键盘 你就可以直接输入密码换进 Mac 在 Vivo X Fold 3 Pro 上 是自带一个虚拟鼠标 你也可以触控 滑动 点击 甚至还能折叠屏幕 下半屏做触控板 那些快捷切换屏幕 打开启动台等等 常用的功能都有 你觉得屏幕太小 它也能双止放大 而且结束远空后 它会默认锁定电脑 简单试了 它的表现是有点超出了预期的 第二个功能 就是这个小鼻帮技 有一些国外电影 要么只有中文字幕 要么没有翻译 那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在侧边栏中 找到全局翻译 在设置中勾选英中双语 这样既有翻译 也可以学习一些英语 还有一个就是视频播放的 智能摘要总结 只需要在侧边打开AI字幕 看完视频后 把AI识别到的字幕 保存到原子笔记 然后打开原子笔记 框选文本点击AI创作 可以点击总结 它就能把刚才的视频内容 简单总结出来了 整体来说 操作和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如果你开会的话 更加建议试试这个功能 不过这款产品 在我这段的使用过程中 也确实用出了一些bug 我已经和Viu的朋友反馈了 比如说它左上角的胶囊通知 有时候会显示空白 比如说飞书点进去 有可能会长时间黑屏 再比如说它的超广角的 白配合不是很稳等等等等吧 希望Viu能尽早优化 接下来就是续航 对这种大整体来说 它的续航表现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个人呢 最近变成了一个单使用户 所以这个手机里呢 日常释放两张卡的 然后呢 我个人对于高刷呢 一定是能打开的就都打开 我常用的软件呢 是都开了高刷的 还有呢 我是一个重度的微信 飞书 微博 抖音 包括B站的这么一个用户 那在我这种使用场景下呢 它一天的亮屏时间 大概是就是从百分之百 我早上出门到百分之二十 它的亮屏时间 大概是六个小时左右 那对于它五千七百毫英时的电池来说 这个表现我觉得还是能够接受的 它的续航和大部分超大V产品 也是基本持平的 那这个我认为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种产品如果续航很弱的话 那和它的定位就是不相符的 并且啊 这款产品的影像能力 终于能满足了日常需求了 不过呢 因为产品定位的不同啊 Vivo X Fold 3 Pro的影像能力 和我换过来这个小米14U 还是有差距的 它的影像能力呢 如果没记错的话 硬件参数应该和iQOO 12 Pro是一幕一样的 但是啊 我作为一个把小米14标准版 也当做主力用很久的人来说 这样的影像能力 至少是能够满足我基础需求的 日常拍人啊拍食物拍宠物什么的 都没有什么问题 我洗澡的时候必听歌 它的这个外放确实不错 而且因为有IPX8 我敢放在这 应该不会翻车吧 手机有没有无线充电 这个功能对我来说特别特别重要 因为要是有无线充电这个功能的话 尤其是对我用车比较多的 真的是用一天结束以后 这手机都有电 非常棒 那这段时间用下来 还有两个小技巧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你在用内屏的时候 一定要打开它这个常铸道克兰 左面这四个呢 是它你在这个内屏使用的时候 你自己设置的 然后右面呢 是你最近用的三个应用 然后呢 如果你点进去一个应用以后 你也可以快速的在这几个应用间来回切换 非常的方便 我觉得这个功能是一定要开的 下一点呢 就是大家真的真的要试一试 它的这个悬停模式啊 我用直板手机的时候是会把这个最外面的模撕掉的 但是用这款产品的时候没有撕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它的悬停模式要比我想的还要好用 这次出差的时候来回坐飞机 我真的是大量的使用它这个悬停模式 那这种模式就会要求你这个手机的外屏啊 很多时候是要挨着这个桌面的 那所以呢 我们有把它外面的这个模撕掉 那这个模式非常的好用 打开这个模式以后呢 它下面的触控板呢 也会变成一个操控的一个 就叫操控区域吧 然后我用的Netflix YouTube 包括Bilibili这些都已经做好了适配 很好用 强烈建议大家试一试 真的不是噱头 那工作室正在用Vivo X100 Pro的小伙伴呢 前两天在做项目的时候问了我个问题 他说运哥 你这内屏这几天用了几次呢 我当时是有点懵的 因为我想了想 我认真想了想 我感觉我当时是用这款产品第三天 正经用内屏的次数 俩手就数得过来 你像我用内屏的时候 主要是在审稿的这种场景时候用 说实话 平时用的频率并没有非常高 但问题是 我这几天用Vivo X403 Pro 我用的很开心啊 完全没觉得这玩意鸡肋啊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必须放在视频里 好好回答好好讨论 要不然折叠屏 尤其是大折叠的 一切提升一切改变 在这个问题面前 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而我的答案是 你不要把它当成折叠屏产品 你就把它类比成那些纸板的超大杯 你把它这个内折的大屏卖点 类比成纸板超大杯的影像卖点 我觉得你很有可能就有答案了 而这个感受 那正是因为我从14Ultra 换到Vivo X403 Pro上才获得的 我用14Ultra用的也挺开心的 但我用机的99%的时间里 我都没有体验到14U的影像优势 我的绝大部分样张 用14标准板可能效果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在为这个我99%的时间都用不到的影像能力 在付出这100%的代价 所以这种大折叠屏啊 实际上被很多人吐槽的核心原因就是 用户需要忍受比值板机大的很多很多的重量 且明显更差的配置和更高的价格 并且在此属上很多用户80%的时间是感受不到这个内屏优势的 但随着行业的进步 现在的大折叠已经做到了配置均衡强悍 重量看齐超大杯 这才能让我这种用内屏不是很多的用户 也能用的很开心 因为我现在是可以接受很多超大杯产品的重量的 自然我也能接受像这种Vivo X Fold3 Pro的重量 并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它这一次的配置已经能够完全的满度的日常需求了 我基本上不用再额外忍受其他的什么痛点 在此基础上 如果我还能偶尔用用它的内屏 那这个内屏就变成了闪光点 这个逻辑就从我要为我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不上的功能 牺牲百分之百的使用感受 变成了 当我不需要它的时候 它不会打扰我 当我需要它的时候 它有着其他产品 没有的优势 那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 那想做到不用时不打扰 用时能发光 这件事说起来简单 但做起来难 Vivo 也是做了好几代大折叠了 也是到了今天才终于实现这一点 Vivo X4 3 Pro 在我看来是一款很优秀的产品 均衡强悍 在我不用内屏的时候 它是一款足够优秀的纸板手机 在我想用内屏的时候 它又是一款足够优秀的小平板 你就把它当成超大杯 这句话 对于一款大折叠来说 是一句顶级赞扬 能做到这个水准 真的不容易 OK 那本期视频的主要留言就这么多了 极客售价 大家觉得 Vivo X4 3 系列表现如何呢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了点赞评论特别想法 我是HK 我们下期视频见 祝贺好运 拜拜